近日,本都是武林峰赛事包装成功的台柱子,本是好友的死神方便与武僧翼龙,却引发了真打与假打的争执,而被方便质疑的翼龙,在直播中,也反过来质疑方便并不是不败全王,且翼龙还趁着酒劲,向方便发起了挑战。 对此,死神方便在12月16日,通过视频正式发表声明应战,不过,其中最大看点,却是方便,只愿意在武林峰之外的赛事上打翼龙。 方便在声明中称,关于前几天翼龙直播质疑我这样一个事件,今天我想做一个正式的声明,只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,赛事有保障的前提下,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业搏击运动员的挑战。 当然,如果翼龙想要和我打没问题,但是出于对武林峰的尊重,我建议这场比赛,可以做成一场与其他品牌赛事没有关系的。 简单纯粹的单场比赛,方便的声明中,最关键的一点是,方便称愿意接受翼龙的挑战却提出了一个,条件,那就是不要再与武林峰有关的赛事打,即翼龙vs方便,要在武林峰之外打才行。 原因是,这样的比赛,会更为简单,纯粹。 其实,方便这段话中的关键字眼,就是要在武林峰之外,与翼龙打一场纯粹。 这比赛,明眼人都应能看出来,方便此言大有深意。 像武僧翼龙,本来跟武僧无任何关系,只是一个草根选手,在武林峰的百姓擂台上被发现。 从此包装炒作成名,但翼龙的成名,却是与他的被质疑完全成正比。 且像翼龙与波球的二番战,更是被知名的世界搏击网Combat Press评为年度世界搏击黑哨,令翼龙的形象从此静默。 特别是舆论中,大多认为,翼龙受益于只在武林峰比赛,其对手很多实力较弱,更有不少业余选手,却被包装成了外国拳王。 最近翼龙迎来复出之战,53秒间结束了比赛。 赛后,方便在直播间称,此人没有战绩,最终也被人查出,这位法医兹,阿尤布,其实就是一名留学生,对于方便不给自己隐瞒和圆满。 质疑自己的对手一事,翼龙显然怒了,他多次在直播中称,翼龙怒称,方便,你无比的傻,武林峰捧你为不败死神,我们也从来不说你,好,方便你损害自己的福报来,度化我,我有时候也喝点酒,也难免有爆发的时候,方便能打我俩,我们俩有个共同的对手,他是麦神猜,我跟麦神猜打了两次,方便也在外场比赛中跟麦神猜打过, 他输给麦神猜了,可我上去就是一分钟解决了,对手,方便跟他打了四五次,都是血战到最后一回合,方便也在直播中回应翼龙说,得罪翼龙,就得罪了,反正他又打不过我。 那个跟翼龙打的留学生的教练,都扔白毛巾不打了,这肯定得扣他的出场费,扣得一分钱不剩,这家伙一点也不敬意,他肯定不是职业运动员。 真正包装和炒作远大于实力的武僧翼龙,却从不承认自己被过度包装的事实,甚至现在还对方便的说真话大为不满,说出了很多挑衅的话,但翼龙真要是敢于与方便一战,其胜算可以说几乎为零,方便本就是打80公斤级,翼龙本为打70公斤级。 虽然翼龙现在超过了90公斤,但在实力上,翼龙远逊于体制内出身的方便,方便所谓的58战全胜,虽并不值得太过称道,但像方便能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马库斯,能很久进入世界排名前十,显然是其真实实力的体现。 而炒作王的翼龙,却从未能进入过世界前十之列,翼龙的主要特点,不过是抗击打能力强而已,但在搏击技术与打击效果,防守能力上, 要差之甚远,如果没有武林峰的过度包装,炒作,其实根本就不会有武僧翼龙的今天,所以,这也是深深了解和懂的,武林峰运作手法的方便,为何要在声明中称,他与翼龙对战,只愿意在武林峰之外的赛事品牌,打的重要原因,离开了武林峰,其实,翼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二,三流搏击选手而已了,原创评论,于说还羞。